好 讓我先做開場班 今天我們高興請到 徐曉彆學校的國士 徐曉彆是文化大學1971年 所以應該是文化的第四屆 我們這邊有一些文化的學弟 有沒有 學長在這邊 所以我想你這邊講師傅文化 他是第四屆 那正義語是第一屆 現在的局長也是第一屆 所以他跟他們都滿熟的 那他文化畢業以後 到Michigan去念博士1986年 那後來在 那8月以後他在武士鋼琴 教了那個 Wilwaukee的Campus 教了兩三年去 到19... 然後後來到英堂去 就到1986年 然後當這個1980年代初期 在英堂的時候 我正好在英堂做波士丹 就碰到許多士 搖起來在想 他是我高中同學的哥哥 到位也謝謝你 我是高中同學也好吃的 那他1986年之後 在那個時候 他好像也跟那個 張石勇、張老師 做過一些 共同學的研究 那後來呢 到87年到94年 他就到 美國東漫那個 Wiltspo 做這個海洋方面 因為他的波士論文 我記得是做那個 Snowstone 結果密集可能什麼東西 有一些 有一些 Panflare家人那些東西 或是 做的是那個 Panflare的過程 所以他到 海洋海去做海洋的話 沒有海洋 有一些 從海裡面的火山 有熱源上 所以這個 也有 他有做過海洋 做了 87到94做海洋 所以他等於說 畫大氣跟海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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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獄 那 94年以後 就為英堂 一直到現在 然後現在呢 是在這個 INCAR的這個 M2 還有CGD 我們這邊 有一些博士班的 就是 暑假大INCAR 去 向你 受到你一些照顧 吧 所以我們在這邊 先謝謝你 那我們今天 有兩個演講 那 第一個演講的話 我想 第二個演講 可能是一篇來 你就會回來 請他來提醒 第一個 第一個演講 就是講 這個 大氣的一些資料 這是一篇來的 對到一些重要的 一些資料 來的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給阿西博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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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這個機會 到中辦來 各位 我應該說 聊一些 最近 做得蠻好玩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很好 很有趣 至於說 重不重要 我不知道 不敢講 不過 希望跟各位 能夠切磋一下 我在這邊 一個禮拜 我才走 所以 如果各位同學 老師 有興趣 跟我們的話題 我再發了 大概 前兩次 我來戲裡面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兩個報告 就是我用降水 用降水的資料 尤其是 用雷達 next rank 用降水來看 降水的波譜 就是用雷達的資料 用各種方式來看降水的波譜 希望從這裡 能夠找到一個規則性 為什麼要找這個規則性呢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雷達的資料 如果用我們兩隻眼睛去看的話 很亂 能夠看到一些大的結構 但是小的結構 非常非常亂 尤其是在雨量機 量出來的之類 你如果看那個時間系列的話 看得出什麼 相當的亂 那 經過波譜的分解以後 裡面可以看到一些規則性 那這些規則性呢 是不是可以拿來用的 它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 規則性 當然 我們會問 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則性 資料看起來亂亂 為什麼會有這個規則性 那更進行說 這個規則性可不可以拿來用 那 如果可以用的話 要是不用 那這幾個都是目前還在被探討的問題 都還沒有解讀 也就是說 我們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來看價值 那這個事 我大概是三四年前 開始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裡面 看到幾張這個圖 在投資上看到 我們覺得 裡面已經能夠 可以 更進一步的探討 然後我們就 看了一些結果 那 從這個去年開始 就慢慢慢慢 延展到 大氣裡面其他的變速 不只是降速 比方說 裡面的這個 風 特別是風速 那大家都知道這個風速的平方 就是這個洞 是用kinetic energy 那kinetic energy 這個東西呢 非常非常有趣 有一個俄國人 在1941年的時候 曾經有兩篇很有名的paper 那這兩篇paper 那時候是用俄文寫的 在1990年代 被翻譯成一個部門 在那個 Loyal Society of Land 的那個proceeding上面 重新再發表一次 第一篇 他就講 他說 根據他 從理論上的 這個 大氣的這個動能 有一個規則性 就是在圖的上面 有一個規則性 他那時候就說 這個規則性呢 是一個 波幅的一個 在波幅上面 你如果用lock double lock 來畫的話呢 它是一根直線 它有一個協力 那個協力 是說三明治的 這是他第一篇paper 那第二篇paper呢 他就拿了一 一種資料 來證明他第一天做的是對 那第二篇paper 他用的資料呢 就是以前 美國航空太空總統的前身 在四零年代的時候 為了做這個 Turbulence 做了一些實驗 在實驗室裡面 做了一些實驗 他把那個資料拿來 做了分析 然後跟他的這個 Eventive 是對的 因為 那個資料用的是 Turbulence 是亂來的 所以 就給大家一個印象 就認為 他的理論 只能在 Turbulence上面 這個負三分之五 Turbulence 是一個特性 我們都知道 理論上也說 資料上也顯示出來了 但是 Koloboff 並沒有講 這個負三分之五 只能用在 Turbulence 他沒有講這個話 那我後來 他就把那個 我給他拿過來 他是沒有講 他講得非常非常樓謊 那他裡面的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所謂 Scale Inverance 什麼叫Scale Inverance 就是說 大的尺度 小的尺度 他們 講得更通俗 他們是一家 也就是說 他的那個 像那個負三分之五 你不管在任何一個尺度 他的那個協定都是負三分之五 Scale Inverance 那個Scale不會變 在裡面 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知道 東里西匠 東里西匠 第一件事情 就告訴你 這個尺度分析 對不對 尺度分析 尺度分析 這個尺度分析 尺度分析 尺度分析 尺度是十米每秒 尺度是1000公里 Scale Inverance 沒有這個東西 它沒有一個特定的尺度 它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尺度都是連續的 你尺度越大 能量越大 尺度越小 能量越小 但是是一個連續 這個就叫Scale Inverance 用數學的方式來表示 就是說你有一個方式 如果是這個樣子 能夠把它變成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也是Scale Inverance 這個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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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協力 所以根基因度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Power of Scale 這個東西 如果兩邊取對數的話 就是一個現實的方式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處理 這個理念 並沒有講一個特定的尺度 沒有告訴你 我在大器裡面 有一個特定的尺度 這個裡面就是說 所有的尺度 都是有一個規則性在那裡 但是呢 沒有一個獨立的尺度 比方說1000公里 或者是比方說10公里 10公里我們通常講 是Hydro Static 跟Hydro Static 跟Hydro Static 沒有這個 那這是一個比較 新的一個看 那我現在就要用 好幾個不同的例子 來給各位看看 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存在 有這麼一個東西 那第一的是南極 南極地面觀測 就是普通的地面觀測 那些變數 裡面有沒有這些 那第二個呢 極端的南極是在繼續 第二個呢 是在遲到太平洋 遲到太平洋上面 也有一些觀測 我會慢慢來介紹 我們台灣 台灣有25個自動觀測展 現在有30個 那我用這個傳統的25個展 一些變數 來給各位看 台灣的這些觀測 也因為 可能大家都不相信 這個中央西洋局 做這個資料的 怎麼講 光媒控制 蘋果 做得非常好 這個 我幾乎不要 花手工具 那個資料 我拿到就可以了 非常好的資料 另外一個 在我們Bowden 在NK那個Bowden 我們在Bowden 有一個私人公司 那個老闆 曾經是NK的一個科學家 他自己發展了一套 用這個 輻射器 Radiometer 它是12個channel的Radiometer 它用那個東西 可以繁衍大氣的水氣 跟大氣的液態 去liquid water 它可以繁衍出這個東西 那我們也可以從那個裡面 看看有沒有這種 這個scale invariance 這種現象在裡面 當然最後一位 就是在這個 美國的中西部 有關市 所謂的中西部 就是從 Rocky Mountain 到Rocky Mountain 中間那一塊平原 那在這個 美國的那塊平原裡面 那這個 我記得我上兩次的時候 用雷達的資料 來看這些東西 那我現在呢 要給各位看的就是 在同樣的這個區域裡面 它也有雨量計 那個雨量計 它可以告訴我們 一些什麼 所以基本上講 今天給各位看 這一部分的東西 基本上講 是時間的序列 不管是什麼變數 在什麼地方 是時間的序列 但我們今天就是說 這個時間序列裡面來看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那當然 大家都曉得 這個時間跟空間 在某種條件上 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比方說 一平 周期很長的 大概是大直 高平 周期很短的 大概是小直 這個時間空間 在某種條件下 是可以不短的 南極 這個地方 是非常有趣 而除了這個 埃西 所謂的冰蓋 整個幾乎 蓋入整個大陸之外 還有幾個區域 比方說 這一塊 這一塊 還有這一塊 這些有顏色的 它在那個地方 它有一些叫做 埃西奧 就是 在這個 冰 埃西 上面的冰 它會沿著波波 下滑 滑到這個海裡面的時候 它有一部分 浮在海面上 但是下面是埃西奧 這個東西叫埃西奧 那 在這 特別是埃西奧 大陸跟澳洲 他們有合作 在這邊 他們有 在這個地方 有三個觀測者 他們讓我看了 16個月的觀測 就是這三個站 這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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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測站的資料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氣壓 溫度 相對濕度 風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它的資料拿來 它是每個小時的 但是才有16個月 那我們就看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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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資料裡面 有沒有一些特性在裡面 有趣的是特別是這裡 這一個 這一個站 是在南極的最高的地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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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站的名字叫東雲碑 就是這一個 最高的地方 叫東雲碑 超過四摩米 非常高的一個 一個低的點 那這個呢 事實上是在一個 硬核的邊上 這是一個硬核 在一個硬核的邊上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 M1H5 酵子 這邊就是16個月之類 OK 這個是氣壓 這個是溫度 這個是 三位濕度 那三個不同的 紅的呢 就是在頂上 黑的呢 是在海邊的LGD 中間呢 就在那個 冰核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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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你可以看出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這個最高的地方 氣壓最低 這個大家都知道 溫度 這個沒有 但有很清楚的 年變化 因為是16年 非常清楚的 一個年變化在裡面 除了年變化之外 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在裡面 大概是 那這個 也是一樣 這個是 相對濕度 裡面可以看到的 那個地方 在那個 最高的地方 相對濕度 大概只有 40% 平均起來 約640% 那把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有氣壓 有溫度 我們可以把它 轉變成 以濕 就是說 在一公斤的空氣裡面 它有多少克 水氣在裡面 就是 這麼一個變化 你可以看到它 非常非常的低 尤其是 在這個 東邊 四東邊 這個道路 變化 相當的 相當的 微弱 那我們先看氣壓 氣壓 我們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資料拿來移動 用這個小波做分析 OK 那這上面三張圖 就是 三個不同的扇 用小波做的這個波圖 那這個小波所出來的波圖 它在重軸上面 就是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頻率的 或者周期的 這個 這個 從 那在這個 很嫩 很嫩的時間 那中間看到的就是 它這個小波的 這個 正式的情況 那 你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除了這兩邊 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Data 是人民的 所以它有 邊界條件的限制 你可以看到 在地零的部分 可以看到 很清楚 也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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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頻的部分 你願望到高頻走 你就看不到 這裡面看不出什麼 特典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你如果說 沿了這個時間 做平均 做出來 就是這個所謂的 Global 這個東西相對什麼 相對於 你用 Furial Deconversation 去做 剛剛同樣的資料 你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個 但是Furial 沒有辦法 給你時間的資料 他只能夠 給你多 對 這個很安全 這三個占16個月 看得很清楚 其實基本上 不是很清楚 這個 這個是一個 一個 很清楚 像 正當綠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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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想這一點 OK 我想這一點 對不起 這個 做這個小波分析的時候 要去選這個 所謂的 mother function 跟dollar function 就是說 小波 你是要用什麼樣的 一個function 來做這個小波的分析 那我們這邊 選的這個 是monet 什麼是monet 什麼是monet monet function 它基本上 是一個 上一方形 OK 但是呢 它乘上一個 高性 function 也就是 它被一個高性 function max 那這個高性 function 呢 可大 可小 它最小呢 它裡面 有幾個波 我們選 我這邊選的是六波 就是說 你不管多大多小 應該至少要有六波在裡面 六個是 Fourier波 OK 但是呢 你這個波呢 你如果說 這個 這個高性 這個 如果說是跟你的data 一樣長的話呢 那個基本上 就是 Fourier 但是它可以小 小到只有六 你小到只有六個的時候呢 你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著時間 你磨這個最小的 這個東西 所以呢 那個spatron出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 local的一個spatron 這就是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這個 Monet 因為它是sine cosine 被Gaussian mass 做 它是一個complex 的一個function 那complex function 你compose出來 不止給了這個amptitude 它給了face 所以下面這個是它的face 那這個face 在看什麼呢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變化大分 就是說這個大 大尺度 小尺度的變化 是根據什麼 從這裡面可以看出來 比方說 這個裡面 這小尺度的變化 沒有什麼 幾乎很均勻 但是大尺度 一個很大的變化 你可以到裡頭去找 一個圈圈圈 小的變化 在這裡面 那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 整個裡面 幾乎變化很均勻 但是這個 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細節的變化 在這裡 這個變化 跟這個變化 很像 OK 那這個就是 它這一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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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形還有這種特色 如果 但是你也可以選 是這個 沒有方形 如果你選 沒有方形的話 就沒有face 這個mary 在這裡 第二 是 地面 這個就好了 這個你可以看到 在高平的路線 大家都長得很像 就是 比你起來就是這個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比如說 在南極夏天的時候 它有日變化 在一天的那個 日變化在這裡 冬天沒有 夏天 在最高的那個 時光率上 都有日變化 溫度都有日變化 那這個東西呢 你把它平平起來 又是變成 這個是半球 這個實際上 你可以看到 一些很明顯的 人變化 這個人變化 從哪裡來的 胡夏天的 一直從哪裡來的 這個裡面 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它給你更多一層的 這個資料 就是 信息在裡面 讓我們 來看這個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基本上 除了這個 一天一次的 這個 這個 屁股在這個地方 幾乎上 也是 出三分之 這個剛剛那個 激壓很像 下面一個 濕度 用比濕 做同樣的事情 把它展開來 那你也可以看到 在夏天 那幾乎沒有一個 人變化在那裡 那 一樣 同樣的 協力在這裡 這個協力很習慣 在高屏的部分 是 三分之五 在低屏的部分 是 三分之五 在低屏的部分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不很清楚 有兩個可能性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濕度因為 跟水 就是 水氣 跟 液態的水 是同樣都是水 是不是 因為液態的水 造成這個問題 不知道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這個機器壞掉 在南極 因為天氣太雨 可能機器出了毛 真的不很清楚 這個 在南極最後一個 就是風向跟風速 風向跟風速量出來以後 你可以看到 它的風向 在頂上那一個 在最高的地方 那一個風向 大部分的時間 都沒有動 在夏天的時候 還有一個周期性的變化 在那裡 冬天沒有 但是呢 這個 在 銀河的地上面 跟在海邊的那裡 你看出來 它有一個很穩定的 固定的一個風向 這個風向 這個風向 這個穩定的風向 事實上就是 就是 南極的下風向 因為 南極是一個 冰蓋 你的空氣 在那個 冰蓋上面的 空氣 直接被冷卻 它就沿著那個 冰蓋滑下來 那滑下來的 這個方向 就是 就是在這一邊 這個方向就是從這邊滑下去 從這個風向這個地方滑下去 這個是 很容易看清楚的 但是 除此之外 這裡面也可以看到 它還是有一些變化在進行 這個變化是什麼 風速 那把風速的地方都指開來 看的話 幾乎可以看到 在高屏的部分 是負三分之 在低屏的部分 是數 至於說 為什麼是負一 現在都不很清楚 順便提議一點 這個WaveLite有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特性 我們都知道 Forea 因為Forea 這個composition的時候 如果你有資料 Message 你要把它補給 你不能說 我挑過去 或者說 我給它 你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的話 Forea 它一定要是 Creative 它會給你這個 Alias 的Information 在裡面 WaveLite的問題 不過再來 他說 你沒有資料 我就跳過去 所以這邊 基本上 尤其在高級的部分 沒有播 你沒有資料 就沒有播 因為它那個 剛才我講的 Dot function 或者Math function 它是Locally Decomposed 所以沒有資料 沒有關係 可以去看出來 資料缺失了 就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你做平均的實況 你沒有畫 就沒有被定義 一定進去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 Alias 這個是它的一個 常存 剛剛那個是 大陸跟澳洲合作 事實上 除了這三戰之外 美國有很多戰爭 而且這個 美國戰號稱 它的資料比 任何人多 他說他是 十人多 一十人 那我們就把它 這些 這些藍色的效果 除了這三 四個戰之外 都是美國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 我就把它那個資料拿來 看一下 主要是看後 因為風化 我們知道 負三分之五 是非常非常 有80億的現象 那基本上 是 負三分之五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但是有兩個戰 有兩個戰 那個風塑已經壞掉 很明顯的壞掉 就是 存在這裡 就是 這個紫顏色的 跟這個綠色 很明顯的 那兩個風塑已經壞掉 這個資料沒有 但是 在這一邊 為什麼會有一個平分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懷疑的是 那個資料有一個 古照的事情 所以 你說 十分鐘一次 可以到高屏的地方 事實上 這個資料 本身有問題 除此之外 非常清楚 就是說 這個負三分之五 非常清楚 這負三分之五 這個東西 並不是一個性能 事實上 過去的幾十年 一直都存在 只是說大家 有沒有 把它好好的自己拿來 探討一下 就是說 我們知道它的物理機 是 大概是 這個 或者是 但是 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拿來 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 第二部分 資料太平洋 這個 NOVA下面有 好幾個實驗室 在西亞 比如這個PFEO 他最近這二十年 在赤道太平洋 他設了很多 那個 福桶 LUMI 那LUMI呢 它上面就有很多 這個 大器的觀測的資料 那 這就是 最近這幾年 那我 我 大概三個月之前開 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需要 去找一些 這個資料 主要就是要來驗證 那個 氣候 系統模式出來的 結果 究竟有多好 我們希望能夠拿 這個直接觀測的資料來 那我就拿了 這邊 八個 都在赤道上面 赤道兩端的資料還沒有看 就先拿著八個 八個 福桶上面 看什麼 看三樣東西 看C-SERV3 看C-SERV3 它有 有 有 來選擇的 另外一個就是 公主 這個就是一個 風桶上面的 風箱跟公主 我們拿公主來看 另外 它上面有 這個 涼雨量 涼雨量器 涼雨量器 我們把它來看一下 那 這裡面有一件事情 比較特別 就是 這五個紅的方塊 這五個紅的方塊 事實上 它邊上 這個有一個 軟的 這個方塊 它們事實上 是同一個部位 這個部位 這個上面 是有 大器官車的 它下面 有一個嵌 下去 它量海裡面的 東西 主要量海裡面的溫度 跟海裡面的流鼠 Loker 跟 Stress 在那個 嵌上 有好幾層在那裡 那部分 也是 我需要去看 那 就很簡單的 給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是 SSD 那七個站 大概有六七年的資料 落出來的幾個 很清楚的 三分之五 這個資料是十分中一 非常非常清楚 在同時 我開始說 另外一個 問題 那我不是在問 就是說 如果 資料裡面 在圖的上面 有這個 非常清楚的 Honal Scaling 的話 可不可能 有這個 Fractal 這個結構在裡面 那這個 Fractal 這個東西呢 就是現在所謂的 碎形 簡單的說 我們一個點 的dimension 是0 一根線的dimension 是1 一個面的dimension 是2 一個球的dimension 是3 如果這個dimension 是一個分數的話 它不是圓的 不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圓的 也不是一個方的 一個面 也不是一根線 也不是真正的一個點 它都是分數的 那種結構 就要遂行 Fractal 那我們現在 在這個 希望從 一些統計的方法裡面 去把結構找出來 就是說 問 資料裡面 如果有 有可能 有可能 subscribe 第一個方法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這個叫做 自相關 out of correlation out of correlation 這個out of correlation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SSD out of correlation 這個是 以10分鐘為單位 可以導盤 蠻遠的地方 那這裡面 就講什麼 它自相關相當好 另外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 這個資料裡面 它有這個memory 它會記得它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到這一天的時候 就沒有了 那你去把它做 out of correlation 在這個地方 幾乎沒有了 要看一下 這兩個軸都是對準 OK 兩個軸都是對準 那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個 r r r 算的方法 使用這種方法 來算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面 有非常非常長的 相關在裡面 如果這一根直線 很直 很長的話 就表示 它有這個 long-range correlation 這是 這是一種算法 或者它到最後 我們可以講 這個影片的影片 可以進去 給各位看一下 風速 也是非常好的 不是按鈕 這個out of correlation 短了一年 但是 這個fluctuation 應該是相當的好 因為我剛剛講的降級 我降級這個很遠 它在高平的部分 是乎三分之四 到了低平的部分 是乎三分之一 但是它的 out of correlation 很差 幾乎沒有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fluctuation 是有的 現在就來問 這裡面是什麼 那這一部分 我目前正在說 希望下次 有更好的 結果出來 但是 這一部分 是非常有趣的 大概各位還記得 我上次講 你會做西部的這個 空間的裏 和石頭 在小尺度 也是去三分之四 在大尺度也是去三分之四 在大尺度也是去三分之二 跟這個 吃到太平洋 不過太平洋 回到那個海溫那裡 海溫那裡 在那個周期 一的時候 有什麼 它這個就變好 那空氣 空氣 空氣 對 這有什麼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因為它沒有海溫風 它在海上 這個東西主要 你要有屁股 是要有海溫 或者是那個 像剛剛看哪一集 三 三公分足夠 這邊 因為它在海上 它有一點點 但是 不清晰 它也是十分鐘的資料 嗯 這一個是幾 多少的資料 十分鐘的資料 十分鐘的資料 對 那你這樣子怎麼做 十分鐘呢 那個 你很多次你 大部分 對 這邊大部分都是 對啊 它沒有 它的相關破 它的資相關破 那你上次有給過 電密時間 什麼 我上次有提供 給電密時間的 雷達資料 有時候想一回 你來的時候 我有比 更密的時間 進行 一個雷達資料 對 這個不是 這個 這個只是在 太平洋上面 那個 雷達 不是雷達 是太平洋上面的雷達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資相關 非常多 OK 這個是隨時時間的變化 這個再來我們做 這個不是我們做 這篇 paper 已經在 這個 這個 涵 這個 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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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分在一瓶方面已經define這兩高船 雖然在投影的時間裡面 在一瓶部分的結果不一樣 就特別把這一部分拿回來 事實上在高一瓶的這一部分 附上姿勢 這個結果跟剛剛的那種 不掏苦你的賊的做出來的結果 非常非常的相似 台灣 我們真的非常吸引了25個帳 我剛剛已經講過 那25個帳 剛剛那帳目有回應嗎 他有沒有解釋說 高比畢竟不一樣的 協議不一樣的成分 他根本沒有提高 在他的貨幣裡面 他根本沒有提到高比的實驗 那第一瓶他有沒有解釋 他有解釋 兩個不一樣的 他的原因是 我沒看見 我建議去看他的貨幣 我建議把這個貨幣 在2004年的貨幣這樣 我等一下給你講 這裡面還有幕後的故事 只是他第一瓶的話 是兩個不一樣的 第一瓶的話 問題現在的貨幣是一樣的 但在黑幣裡面幾都沒有問題 一瓶的兩個不一樣 還有他的結束 那七年二十五個站之內 這二十五個站之內 非常非常精采 第一個 封鎖 這邊是二十五個站做出來的 每個站有七年之內 那把二十五個站做平均 然後把他的實戰能力 一起拿出來 然後把他畫在右邊 所以右邊是 這個黑的這個點是平均 然後這個呢 八十五個站 這裡面有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因為是青年的資料 那個年變化一定要出來 年變化出來 這個地方是一千天 這個是三百三十五個站 很清楚 另外一個 日面化非常清楚 在那裡 這個是七年把它平均出來 用小波把它平均出來 我現在還沒有看 就像剛剛 我還沒有看小波的波 我相信這七年 這個 那個變化應該是夏天 冬天應該有 要有果然無色的 就是武漢瓣 在那裡 基本上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他一個寫的 基本上是 然後呢 在這一個地方 有一個比較寬的 變化的 這個地方呢 是所謂的 intro-season 那個 那個 就是所謂的 肌內震盪 也就是所謂的 AMG 三十天到九十天 三十天到六十天 一個比較寬 這邊還有一個 應該是 那個 天氣的 那一個 變化 對 這邊除了這個電話 還有一個很小的 一個 半人的電 這個是風 溫度 基本上是一樣的 OK 那二十五個站 基本上是一樣的 它比較明顯 就是這個 三半的Division 比較小 同樣把相片式度轉換起來 露出來的 基本上 第三個 也是 可以 很接近 回回的 一樣 就是這個 降數 OK 這個資料是 一個小時一 七年的資料 它只能看到 一天有 十二個塞 那在這個地方呢 這一段 基本上 是五三個站 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 相當的 就是五三個站 七五是五三個站 那這個結果呢 跟美國中西部的很像 我們要給各位看 至於說 從這邊下來 為什麼 現在才不知道 我希望我下次來的時候 能夠 各位看 因為我在中央下 拿到旁邊 之中關注在 這個 每分鐘的資料 我現在已經拿到 我們的資料 那 要繼續去分析 就是說 這邊是不是另外還有一個 不同的鞋 在這個 刀子的鞋 現在沒有辦法 看到 你那個負傷者 這樣有的話 是到在 塞頭 十天 十天 頭髮過了 剛剛頭髮過了 也是到十天 這個是二視角 一天來這 它刀給 它上面沒有看 所以它是一小 這個地方是一小 它看不到 它沒有做 事實上可以做 主要它要把資料切成器 過來 因為中間有 missing data 有 missing data 把它插不進去 那不能用 它那一插 它沒有辦法插 用我那個就可以 所以它就把它切開 切開來的話 你就會幫它 把它承受起來 對 這個可以做 OK 這個 反正中一吋就是 漆漆 漆漆也可以拿來 漆漆來看的話 哪 隨便有些很好玩的事情 它們黏變的話 大家都很清楚 它們日變的話 比它的這個 達爾諾 比三百達爾諾小 西亞是對的 西亞三百達爾諾 射的 是比較強的 這個做得非常 那 這個協力呢 有別的不一樣 是不三分之七分 OK 為什麼不三分之七分 不是不三分之五分 不想 現在就是 從資料裡面 可以看出各式各樣 不同的資訊 現在再轉換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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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軀線是負三明治 這是負三明治 但是摩洛北本這根綠的和這根綠的 是負三明治 現在基本上可以講 摩洛北本如果是氣態的時候是負三明治 到了液態的時候就變成負三明治 那我剛剛也講過就是 等一下還會再提給各位辦理 就是淤泥 淤泥量是液出來的 在高點是負三明治是死 這個裡面的差別 一個是氣體 一個是液體 中間的差別 只有一件事情 對不對 下面有面貌 潛熱式 在物理裡面 尤其是在統計物理上面 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所以在好幾年前 就是說 如果這個體裡面是有磁性 它有裡面的分子 排便的漏洪整整氣形 大家會有磁性 對不對 如果你加入 你加入 你加入到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它那個磁性又不見了 那個溫度叫做 那個現象叫做 那個現象叫做 當然這個水氣從氣米 變成液體 潛熱釋放 這也是一個critical phenomena 在critical phenomena的時候 會有一些變化 是不是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證明 看起來很像 我們做這些東西有沒有問題 現在還可以給各位看 看它的問題 這一組資料事實上是有的 在哪 在這裡 這個病從哪裡來的 這邊有好幾個地圖 人家都在居民 為什麼沒有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實際上是資料的問題 現在各位看一下 這個資料的問題 這個就是跟剛剛很類似的 在不同的頻道 看到的東西 但是這個呢 時間看得很短 你可以看到 這個只是在06年的 1月1號到8月2日 8月2日 時間訓練拿來看 在這邊 高度非常乾淨 但是 如果你拿這個 兩年的資料來看的時候 那高度就有個問題 剛剛 你各位看 就是 兩年所有的資料 在30dKhz 導出來的溫度 是紅的這些線 有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把那個資料呢 切成兩半 前面一半 後面一半 分開來把它 把它 decompose出來 前面一半 是這個綠 第一塊 後面的一半 是這個黑 你可以看得出來 前面一半 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剛剛 看到的 後面一半 資料是對的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 可以 做這個資料 要很小心 要非常的小心 現在 就說 我們可以看出一些 結果 出來 回到美美中 這個就是 我第一次在這邊講 這個降水的 波浦的時候 講的這個資料 現在呢 同樣一點 各位看 不是雷達做 我們那個時候 是用雷達做的 現在我們不用雷達 我們怎麼辦 在這四個區間裡面 我們把他這個 雨量計的資料 通通拿出來 OK 只拿一個月 20306個月 雨量計 14種雨量計 一分鐘一年 OK 事實上 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200多個雨量站 我們選了 這67個 就是說 有這個 缺失的資料 沒有超過百分之十 超過百分之十 那個站 就把它丟掉 OK 這個是沒有人的缺失 把它留下來的 留下來以後 做deconversation 我們先看這個 左邊這裡 左邊這個 就是一個requette 直定用requette OK 但是你可以看出 有些地方還是多 還是比較亂 但是你把這67十個 把它平平起來 就是整個這裡 OK 一分之一 那這個影片 在這一段 負三分之十 比較清楚 它慢慢就會轉到 比較 比較 簡單 比較 軟的這個坡 上面 但這些就不算量之十 非常非常清楚 我剛剛講 我以前都喜歡雷達在一起 那那個雷達的資料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用 怎麼用法 就是把那個 恐怕是一個雷達 把它內插 插到這個雨量計的點上去 你也可以做這個time series 對不對 但是你插上去的是 微波 reflective OK 只有兩個因素在 第一個你就看 就是說雷達插回去了以後 它的結構 是不是跟雨量戰的結構 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插回去了以後 用這個ZR relationship 把它轉換成 叫做 離開起來 兩個非常地像 但是 它們兩個 不在同一個 等級上 不在同一個牆 上 看起來這個 雷達比較強 OK 因為 雷達插到雨量站上 所以插進去是雷達回波 所以呢 我可以在轉換成 雨量之前 在做這個分解之前 我用不同的 這個A跟這個B 來試 看看 它們的差別在哪裡 這個就是它們的差別 那左邊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B 那個指數不動 只畫這個A 那如果照這個 氣象律 就是美國氣象律 說 用300的話 是用紅的這個 那這個是一把 藍的是一把 子的呢 是六把 這個黑的呢 是 量級做出來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說 如果 直接跟了這個氣象律 用這個300來做 是照 估計出來的力量是比較強的 OK 如果把它改換成600的話 基本上的形狀蠻像的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維持在600 A維持在600 我改了一個B 可以看出來 變化非常好 改了一個B 到後來變化非常好 1.5大概是 比較恰當的一個數量 但是這個 A這個數量比較多 1小時 既然做了這個以後呢 我們來看它的血量 這兩個小時 你兩個小時 刀的這個 刀平的部分 基本上是很像的姿勢 它慢慢會 變短 變得經過數3至2 到接的刀平 那個0的地方 就是 在地底的那裡 那現在就來回歸過來的問題 4號題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 波浦這個東西 它會告訴我們 就是說 這個能量 是怎麼傳送的 OK 3.5空間的 Edit Cascade 也就是傳統上 所謂的 這個 它的 Cascade 一般講的 解釋 是從大石度 傳到小石度 到了小石度 以後 它下面還有 Dispation Rate 在這個坊上就是 Vational Sum Rate 到這邊有 Dispation Rate 結果就是 分子 消散 消散掉 這個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 那 我們看到的 這個 降雪 當然看到 這一部分 大概就是 鋒樹 溫度 摩洛肥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 這個 降水 降水 還有一部分 在這裡 有一部分在這裡 也就是說 它有大小子 同時有貢獻 大石度的貢獻 是結構 就是大石度 結構 傳下來 然後Cascade 和小石度 另外一個呢 就是小石度 小石度從哪來 小石度 是雲的生成 小雲的生成 小雲再結合起來 變成大類雲 生存的時間 就更長 然後 變成更大的 生存的時間 更長 到最後 能量沒有的時候 它就敲散掉 它不會再從大石度 開始跟下 所以 我們再猜 它的能量的來源 可能是兩個方向 這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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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只是一個喘測 可能是一個 reverse 至於是不是 沒有證據 現在就從資料上 大概可以看到 有這個 可能性在那裡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 比方看的 Tower 這是我們現在 已經做法 就是看它的 Auto-correlation 跟RMS Factual 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 看這個 Fragile 這個東西 經過 Auto-correlation 希望能夠 找到 有沒有這個 Larange-correlation 如果有這個 Larange-correlation的話 這個 RMS Flatulation 就會有非常非常 值的現象出來 OK 那這個東西 好像 這個 SSD 封數 通通都有 非常非常 強的 Larange-correlation 怎麼樣 來看這個 Fractal 這裡就是從這個 Fractal 所以我們剛剛 弄的是 Square 這個Square 不一定要是Square 沒有人說 你一定怎麼用Square 你可以用 你只能用 1.5 1.2 2.1 你可以用不同的次方 去做的話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斜率會變 OK 這個斜率 隨了 這個次方的變 你就可以 看看它 是什麼樣子的Fractal 有沒有Fractal 或是什麼樣子的Fractal 什麼叫什麼樣子的Fractal Fractal Fractal有很多種 就是說 你這個斜率 隨了這個次方再變 那個是Montifractal 如果說 那個斜率 不隨了這個次方再變 維持一個常數的話 就是Mono-Fractal 因為Mono-Fractal 處理上面 將來你要做Fractal-Wando 就相對的比較容易 因為它的結構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是Montifractal 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一點 也是可以做 所以 從這個裏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探討 就是說 不要用傳統的 Serval Dynamics的 這個熱力學的觀點來看 或者從動力的觀點來看 這個參數狀況 是不是可以用統計的方法 來看參數狀況 當然它有它的學理 它的學理就是說 你做了以後 你不知道為什麼 會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它有 它這個Universal Structure的觀點 是不是我們就應該試著 在這方面做一個探討 這個 目前就講到這裡 這個是Fractal這個模式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或意見 是 張老師 常常對有這個浮現的情況 那時候 為什麼不只直接把這個浮現 要用兩個限制的 3分之多 來講到 浮現也可以描述嗎 對 事實上 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非常好 我最近有一篇文章 《未來以後》 也是類似做《未來以後》 就被問這個問題 他說 你評審說 是兩個多component 讀Expo 為什麼不可以 或是Continuous 你還會做很多的問題 對 對 我還沒有回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這個東西剛開始做 盡量把它解放 我覺得大致人 連續的東西 很自然的 一定要 甚至要兩個數字 來做它的協力 比較大 有的時候很自然 對 至少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用兩根直線來代表一個曲線 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曲線出來以後 它給的這個信息是非線性 你非線性處理起來 就沒有兩個線性那麼直接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第一步把它簡化成兩個線性 來看這個東西 是不是能夠看到一個東西 當然 如果可以的話 下一步的話呢 我就把它和平起來 把它連起來 就變成一個 那事實上有一個 video 講得很適 他說 你憑什麼說 它是兩個線性 有一個KING在一個地方 沒有 是一個簡化 簡化的問題 就是希望 把這個問題 從可能的 能量的Problem 變成 能量的Problem 來處理 這是一個 問題的簡化 希望能夠就是說 它問題 越簡化越好 除此之外 裡面有特別有原因 三部Power 在 亂學裡面 是在 你那些Subway的中間 最明顯 在哪裡 就是在 你那些Subway的中間 最明顯 那你現在想法 像Power Explant到整個 對不對 對 OK 分兩部分來回答 第一部分 是 Inertial Sub-Range Inertial Sub-Range 真正在populate 它的時間尺度 跟空間尺度 都很小 它的空間 時間尺度大概是 用兩根分來算 空間的尺度大概是 一公尺以上 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是因為 做Boundary layer的人 Scientist 他們看到這個問題 也看到 尺度比Boundary layer大 有沒有 做Boundary layer不廣 他不看 我個人的感覺 是有 當然 這個 現在這個很 剛剛給各位報告 出入這個探討 說是有 那不只是我 所以 在80年初期的時候 Boundary跟 Can Gage 他們用這個 長程飛機的觀測 就是 用這個 噴射機 飛在大概 十幾公里的高度 十幾公里的高度 然後他從 飛 太平洋 來回飛 他飛 一邊飛 他就把那個 風速 就留下來 風向風速 才會可以 兩根水 他就留下來 他根據那個東西 做分析 從 從 一公里的這個 尺度 OK 他從一公里的尺度 到一千公里的這個尺度 發現是 五三個尺度 就是 是 Zono-Win Merliano-Win 跟Tumbridge 這三個東西 這裏面 這裏面 事實上 基本上講起來 是有 為什麼有 你飛機 飛了十幾個鐘頭 然後 你飛了幾千公里 你能夠 擔保這個現象沒有變 你量到的東西 究竟是時間的東西呢 還是空間的東西 他事實上是一個模特兒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個假設 他的假設是說 我空間 可以變 我時間不變 就是說 十幾個鐘頭裡面 打氣沒有變 事實上 我們都知道 都變了 不過 就算是這樣子 他這樣子就可以說 我因為 假設時間不變 所以 這個波補出來 是一個空間的波補 那這個空間的波補 是從幾公里 到幾千公里 是不三分之 但他飛得更遠 他到幾千公里 上去的時候 是不三 不三的話 就是 化身就刷飛 那個 魚鏡 所以這個東西 事實上 就是說 把它 打開來看的話 是有 現在問題就是說 講不清楚 那現在就在問 我 最好奇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問題是 我大概最近兩三年 開始做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大家最近不討論 整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 對Mano的這個 參數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為你這個裡面 可以找出很多規則出來 可以幫我們做 比較準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參數法 那 我問了好幾個問題 他問了好幾個 他們的答案是告訴我 說這個東西最近不發明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還有沒有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同學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方老師 这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 但是讲到不平衡的 它是不平衡的 比方说我一个达案的佛罗斯 随着它佛罗斯的大小 它不断地有不同的规律 那这个SPECLAB看起来不一样 慢慢形成 所以这个SPECLAB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愿意花很长的时间 用微博来把它做出来了以后 在时间上面做平衡 所以目的就是在这里 希望就是说 平均了以后 假设它是在一个equilibrium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并不见得是这样子 真正做的就是说 七年的这个 Waveline spectrum展开 展开来以后 不应该七年 应该把它每年这个 热的那个season 每年都把它平均起来 每年的cold season 把它平均起来 那这样cold season 平均起来 那个答案就不见了 只有这个warm season 也就是 里面有个词 就是说 你做parameterization的时候 你不能笼统地这样做 因为你到了冬天的时候 你用这个笼统的热变化 那么强劲做 一定错的 是不是 所以 你刚才讲得很好 这个equilibrium 这个东西 是在那里 但是就是说 看我们怎么样做average 那另外一个就是做 这个 这个 站的average 就是像你商的average一样 你希望就是说 让他们这个资料 能够有个equilibrium出来 那从什么地方看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除了给这个 平均的这个图以外 我上面有个standard deviation 我希望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越小越好 那这样子我做出来就越足 但是 很多事情 没有 不 不是 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它应该还有一些变化 所以那个standard deviation 就会很大 那 回过头来讲 就是 从 这个 Zero's order approach的话 第一件事就看 最简单 平均的东西 看这个平均的东西 是不是能够 对这个 model的 这个sivalation 能够帮助 那现在就是 目的是希望 在这方面 能够 找出 但是 能够帮助找人 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尝试 用各种方法来看 找出这些 统计上面的规定 然后 看看 有没有 保存 你刚刚有提到 是不是有用这个 rengage 有用rengage 做嘛 也有用这个 雷达的资料 降统资料做嘛 那你有没有办法说 因为雷达资料 还是有一个 timer solution 底线 就是 rengage 是时间上是连续 比较连续的 那你没有办法说 把雷达资料 转化成 像威争可以 怎样的那种资料 那这两个 都比较 很类似的吗 可不可以给我十分钟 我 我现在给你看 另外一个 最近刚做的一个 一个 一个节目 同样 2003年 丢于Batmax 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这么多 语量集在上面 其实看起来 诱化得很大 在这个区域里面 同样有 compositive radar OK 那个compositive radar 是 0.02度的 热食物 就是两分钟的道 OK 在同时 在这个区域里面 Worth 2003年的时候 Worth 那个时候 是一个很年轻 很年轻的一个 他每天 00的时候 做36小时 Fork at sea 每天做 Cold stop OK 我把前面的12小时 丢掉 拿后面的24小时 三四天 累积了720个小时 然后 我有三套资料 我现在有三套资料 我要看这三套资料 差别在哪里 这个问题来了 这个Rain Mage 就做这么多 你没有办法把它 interpolate 到一个 四公里的 这个网格点上面去 进入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现在怎么 反过来 把Worth做出来 每个小时的output 把它incoblate 到这些点上面去 做成time series 跟它 分了雷达0.02度的资料 你也把它领通 跟到这个上面去 来 比时间序里 OK 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这个scat法 这个大家都会做 这个是model 跟Rain Mage 可以看到 一幕没有什么 先看这个Header Header是 雷达转换的时候 这个A是300 有关 这个是法轮 跟雷达 下面这个 是轮叶 跟雷达 你看 这两个的相关很小 相关有好多 如果我把300 放在600 就是红的 这个空心的点 这个 有了这个以后 当然第一件事情 就做相关系数 对不对 你可以做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 是0.02 这个相关系数 是0.05到0.06 0.05到0.05 0.05到0.05 好很多 现在就在问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那么长 第一件事情 就把地上构式开来 做平均 黑的这个 是用Rain Mage 做的 因为 我是奥连的每个小时 滑路是每个小时 所以我把雷达 跟Rain Mage 都改成每个小时 所以最高值到这个地方 这个基本上是3分之2 这个基本上是3分之2 这个 协议在这个地方 协议管内 黑的是Rain Mage 做的 这个灰的是雷达 用300做的 在上面 你可刚才前面讲过 用600 就是红的这个点线 很接近 蓝的这个是5分 Word interpling 的Rain Mage 在地平上面 很接近 但是到高频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在高频的时候 较多 比较强 这个地方就开始翘起来 OK 那是网板 那我们现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既然可以把它 decompose开来 因为是windland OK 我可以invert 把transfer回来 我transfer回来的时候 一个frequency 一个frequency 把它transfer回来 在每一个frequency上面 我就有一对 在那个frequency的time series model 或者是model 跟Rain Mage 或者是model 跟雷达 甚至说 Rain Mage 跟雷达 我通通都有 OK 那我呢 每一个点每一个点做 做完了以后呢 我就是这么多的点 100个点 60个点 我就做平均 这个是Wolf 跟Rain Mage 每个每个平均 拆开来以后 做的correlation 所以这边是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这边是Rain Mage 蓝的 这个是Rain Mage的平均 你可以看到0.5在这里 1在这里 1在这里 2在这里 基本上 0.3 0.4 到这里 还不错 到了一天的时候 滑 下来 OK 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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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不这样 采拿原始的资料 取评的话 只有0.02 那现在问题是 0.02 事实上 是在这边 为什么在这边 因为它的频率高的时候 你要它在同一个时间 下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很笨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做不到 OK 那同样的 Model跟雷达论 很类似 但是 雷达跟Rain Mage cross scale 0.50 这是一个方法 去比 就是说 这个中间的差别在哪 这只是一个方法 知道我可以吗 所以 这三个 拼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出 Model有问题 Model有问题 你在哪里 在高频的那一部分 那我们知道 高频的那一部分 它有universal structures 你根本不需要做 你为什么要做 这个是我很 因为重提是我做的 当然可以这样讲 你为什么要做 你做了以后 也不好 那就不要做 那不要做 你做完整半分 你既然知道 谁能做structure 你是不是能够拿来用 你把坏的那段 丢掉 有一部分 structure 反正在那里 就是那种德性 你把它接上去 再把它invert 回来 不就解了吗 这个 我这个话 讲出来以后 一群做Model 那你不是做Model 那你不是做Model 整个问题 我一反 不过这个 做是这样子 但是要探讨的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比较更进步的方法 来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个是降水 降水大家都知道 从Model远光讲起来 这是一个final product 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你没有办法说 我降水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放到Model里面去 你没有办法 那现在从哪里下走 这就是我为什么 最近这几年 我开始回过头来 去看relevant community 去看temperature 去看风 甚至去看liquid water 就是希望在这种 这几个东西 在Model里面 是这个focus variables 这个里面 在高频 小尺度那方面 可不可以做 做参数化 想办法做参数化 那从目前看起来 从目前的质量里面看起来 好像是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 那这样 可以吧 好 我们谢谢 那个新闻市场 谢谢大家 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